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好 合纵为识 你好 辉哥 今晚 今晚讲这个媒体 大家都知道 今天是17日 3日之后 就是20日 然后这个Donald Trump 就会正式宣誓成为 美国第45任的总统 虽然呢 那么多个月来 很多人都分析 或者是说 Donald Trump 为什么要赢 blablabla 那我们今晚呢 就不是说Donald Trump 怎么赢 我们主要就是想说这个 就是 新媒体 传统媒体 网络 怎样影响这个 政治 或者是这个 群众动员 这一类 就是你想说他示范了 怎样 在Facebook 打飞机 打到做了总统 是什么意思呢 是的 但是就要说 就是 都要拉回去 就是少少 美国的一些 一些 contest 就是那个背景 就是一定是要 讲到这个 西媒 那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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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媒体呢 主要是有这个 CNN 那 有 就是电视 可能是 CNN 新闻的话 那 还有这个 那些什么 New York Times 那些 那些 華盛顿邮报 那些 那些 那这些呢 都是 传统或者主流的 传媒 那 那传统的主流的传媒是 是 大家都知道 就是 在美国选举之前 是经常这个 吹讽这个 希拉里 那 那然后又 找了些什么专家 出来平衡 跟着就 啊希拉里 贏了 就是这个 特朗普呢 就输硬的 怎么怎么怎么 結果又爆懒 那 那 但是 就是 那 那 那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多人不明白 究竟 报纸 明明是有这么大的 就是 引渡舆论 还有这个 是去影响政治 第四团 甚至乎是身边的人 都是这样想的 就是 可能你的圈子里面 全部人都是支持希拉里 就是 我们的知识分子 大学里面 全部都是支持希拉里的 不支持的是得到一两个 是会被人杯葛的 嗯 就是赢硬了 大家都这么想的 那结果呢 就是爆懒的 爆懒的 那为什么 就是会爆懒呢 那就 很有賴这个 所谓的新闻体 就是因为 其实这个 特朗普是 经常用twitter 去说话 嘛 甚至是 用twitter 用到一个地步 就是他影响了 这个 就是他创造了 这个 国际外交政治 新秩序 是怎样的 就是用这个twitter 来进行外交 是啦 就是他很多 因为以往传统外交 就是可能你 你要派你的国务卿 或者派你的靈 跟着呢 就去 跟这个 另一个国家 去码底 桌底 谈定一些协议 那样 那现在呢 Donald Trump 就什么都摆上桌面了 那当然不是所有 就是他 他是 運用这个平台 讲一些 可以讲到的 就是 可以摆上桌面 然后去 做一个 谈判 就是 达到一个谈判的效果 那这个是国际新外交的一个示范 运用这个新媒体 那我又觉得 就是不一定是他讲完之后 某些事才发生的 是 就是我我自己观察呢 他有什么墨西哥 那个呢 车厂 就是我现在不再投资墨西哥了 我就因为呢 听完Donald Trump 讲的话 我支持的政策 我立即搬回美国 嗯 Donald Trump今天就出完 就是出完 那个资格 第二天就搬厂 我觉得呢 就不是的 是的 我觉得应该他先谈好了 是的 然后再製造了效果 哇 真的一讲完就立即发生了 就是 就是做到的效果 就是我在Twitter说一句 就是耗灵天下 是的 那么很多可能是 之前已经是耗灵的了 那然后才用这个这样的Twitter 去去做一个气劇的效果 那 都不要紧要的 那总之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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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令到 令到整件事就是 呃 那个总统本来是很难以接触的 那一般人 那么就变到很 拉到很近 他就拉到很近 那么其实 你会见到 Donald Trump有时候 是会quote 一些他 支持者的留言 然后他会 他会 评论 那样 譬如 就是 有时候他call了一条人 你知道 Donald Trump最喜欢批评 就是 最看不须的 就是CNN 就是那一天 那一天 他第一次 就是就职典礼之前 但是 第一次的 presscon 那原来 有一个CNN的记者 问他 那个什么 什么 俄罗斯的 秘密报告呢 就说他 就是叫街 那个秘密报告 那 然后 You are fake news 批评CNN的记者 那他经常就是call 一些群众支持者的tweets 那些feet 然后评论一句就是说 very bad dishonest media 他最喜欢就是说这句 因为我有看他twitter 他就整天都挂在嘴边 dishonest very bad 另外说得最多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er 所以其实是做到的效果就是 和群众有一个很近的距离 也是 就是看落望落 就是他整个施性或者他做的每一个政治的动作都是很transparent 哇 差一个KOL 来的 是啊 这个就是 这个是真点KOL之王 这个很厉害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 这个其实就是 21世纪 运用这个 所谓新的IT 或者是这些新媒体 达到的一些 就是影响到政治的地方 就是这样 那 那 那为什么Donald Trump要弃这个 传统媒体 而用这个新媒体呢 那 那很多人就说 因为你看看美国的那个 那个情况呢 其实就是 很多主流的媒体 其实是有一个 agenda 这些人 就是他已经有一个立场在那 那然后呢 他就不会就是说 好像过往那样可能 尽量客观持平啊 去报道一些东西 因为他很多时候是连这个 事实他都搞错的 事实都搞错的 或者是用一些很不道德的方式 就是去 是去 是去 报道一些东西 那譬如 举个例子 譬如俄罗斯那件事 俄罗斯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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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开始 在哪里传出来呢 就是Busfeed那里传出来 那Busfeed是什么呢 Busfeed呢 就是一个content farm 是一个 内容的农场 那就是 很多东西是fake go up 内容农场 其实就是一大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一些这样的资料 可能是真的 就是我开过网 然后在上网看到 这个新闻记得意 放到网上 就是我做的了 然后这个有只猫狗 很有趣 然后又放到我那里 就是 总之是别人做的 你在网上看到 觉得很有趣 或者有意思的东西 就拿到自己的网上 就放进去 这个就是我的内容 一来抄 二来 基本上都是抄的 全部都是抄 有些可能是ff 因为其实 怎样赚钱呢 就是骗个点击率 如果 广告 你一按下去就有广告 所以如果 你作一些很夸张 很正的fake news 就会吸引到什么 经常都有的 你一掌辈Whatsapp 也有的 你看一下 你来到的时候 看到那些网子的古形精怪 你就知道 有些有什么 什么十个惊人的真相 那些 什么为了你爸爸好妈妈好 请传出去那些 很多 其实都是这些东西来的 所以 他是靠这些骗人 click进去 赚广告费 所以 内容是很不正确的 但是CNN 譬如拿回 俄罗斯报导 那个秘密报告 那件事 CNN 其实他是有意无意地 是 是 就是 他虽然没有 disclose 或者是 一字一句 报导BuzzFeed 那个 说的 俄罗斯 那个 什么 什么 極秘报告 那样 但是其实他本身 他close 这件事 或者是 他 放了在一个版面 未经正实地 放在一个版面 其实就已经有一个 效果出来 就是他没有说 就是他的意思 就是好像王之锋 那些share 就是这样 是啊 我没有说这个是真实 只是我告诉你 有人这样说 是啊 这个不是我的意见 就是 本部只不代表本部 四立场 就是我们CNN不是说 Donald Trump 是在俄罗斯叫鸡 被人拍到 只不过是告诉大家 在网路上 有这样的传言 有个人 就是Donald Trump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叫鸡鸡人 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我的报导 我不像一场 但是问题就是 你CNN作为一间 这么垄断性的美国媒体 你这样报一报 其实就是放大了很多倍 就是很多人接触到 你明白吗 你的报导是铺天盖地 整个美国都可能走到街边 某小政棍就是这样 你说在这个网上 某小政棍就是最喜欢的一招 就是有个人 就是可能他很不喜欢你 有人骂你 接着某小政棍 就会分享了 骂你的status 可能是错过的内容 试过是一招是错的 share 完错了之后 接着原先写的那个人说 不好意思我写错了 接着小政棍就没有来 然后就攻击了你 你又没有可以还拖 就是damage has been done 他永远是share 他说这个不是 我只不过是share 我没有任何意见 又不是我写 所以真的 所以真的 都是go up 没有成本 为什么不做 这些 就是如果你说攻击政敌的话 完全是 完全是这样的 就是等于你CNN 你自己在那里说 我只不过是 我只不过是转述渣 我们CNN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们不下这个评论 就交给大家判断 然后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记者要秉持求真的精神 再在一个 就是这个press coin里面 不断追问 究竟你Donald Trump在俄罗斯 叫鸡 是不是真的 那整件事就是 你整件事就是 你不明白 三人城府 你又这么公开地 搜索这个新闻 然后又不断 你会被美国人有一个印象 就是 嗯 可能真的有 空越来风 未必 是啊 就是这类这样 那其实就是有一个政治效果 那还有 最大的问题 其实都 这个是一个传媒道德的问题 这个是传媒道德的问题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主流媒体 其实他是 傾側去一边的 这个都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当然 有立场来说他们 是啊 有一个立场在这里 比如你经常就是说 你那些不对的那些 政治正确的那些 你不可以说 或者是甚少去说 譬如早排 就是早几年 可能有一宗 抢劫案的 你都不能够说 就是提那个 异匪的一些 全名 race 就是种族 他是什么 什么种族 他是 黑定白 接着 究竟他是男还是女 可能有时候都没有 就是如果你标明 如果这么巧 那么特别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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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 他的女权呢 就会说你 你歧视女性 你会突显说 那个女人是打击的 是这个女性 或者是 有些叫做 性别人 性别交 他们就会说 如果是 你零射 就算不是女性 你就这样写男性 他都会说 为什么你零射射 标榜男性出来呢 就可能会有这些奇怪的批评 就是整个西方世界 是过去这 可能这十多二十年都是这样的 你怎么看 我们说的 就是这样 就是有一个政治正确 就是西方媒体的一些 受这个白左的影响 有些政治正确 还有是说一些很亲民主党的东西 那么他就很难持平地去反映一个 一个社会出现的问题 因为其实传媒呢 传统媒体作为第四权呢 他是有责任去反映一个社会的真相 是有一个道德的责任去 是去改正一些社会的错误 那但是 但是 现在的西方媒体就是 变了做一个叫 一来就是这个 左翼 学霸的一个叫做 传播工具 二来就是 同时又是成为这个 华尔街 一些叫做权贵的一些宣扬工具 就是很矛盾的 真的很矛盾 比如左翼又怎么会跟这个 华尔街的大鹅可以 是的 大资本家结合呢 但是事实就是 西媒呢 的确是这样的 因为西媒很多时候 他可能买广告 或者是他得益 或者他老波士 就是华尔街那帮大鹅 而这个所谓白左呢 其实很多研究呢 都是受这些大鹅分定的 比如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看似矛盾的东西 其实不矛盾呢 比如大家经常听到白左会讲的 全球化 或者是这个 我们要包容这个叫做 这个疑慢 这样 那其实你一个叫做 所谓西一个这样的 国际主义的 这样的左翼论述 其实是对这个资本家 或者是这个 是有益的 为什么呢 一来这个全球资本流动 那他们就可以 我们要全球化 我们要做一个地球村 那然后呢 那他们就可以 就是资本大陆就可以 跳来跳去 去一些西方 不是 去一些东方 尤其是东方一些的 发展中国家 去投资资本的略夺 接着呢 就可以赚大钱了 那然后 我们美国本国 如果融入 就是融入大量的 移民的 那其实就可以创造很多廉价的劳动力了 那然后 我们又可以 资本家又可以 压省了 因为我们压缩了 那个工人的成本 就会 赚多了 那些钱 又是落落我袋了 那 所以 在这个部分 当然 就是这些 所谓有些白 左家 或者左翼 会批评 就是说 资本家 是不应该 是 剥削 或者是他们批评 这个对第三世界的剥削 不过不要紧 这个这样的批评 只不过是小马大帮忙 因为 其实 中够 这个叫做 一些这样的 华尔街的大鹅 是 你明白吗 就是 这个 benefit and cost 那个 就是计元素之后 其实都是有赚的 所以就继续 资本家 就会继续 备付钱 那些白佐 就是整个 这样的系统 就是营运了出来的 就是这样 所以左翼的时候 就会和资本家一起喝红酒 是啊 就是有可能 是 其实香港发生的事情 其实是 somehow 是 美国或者是 国际间发生的事情 的熟悉力 是 所以 啊 所以 啊 啊 红仔 啊 红仔 是一个 自称托派 和 萧生 这个 资本家喝红酒 都不是出奇的事情 一手人血饭头 一手红酒 是啊 那其实就是 你明白了 你去到九十岁不死 其实都有新闻的 是啊 那所以 都 没什么出奇的了 我觉得 去到这个时刻 是啊 那 那 那 这个Donald Trump 就三月 不是啊 即今个月的二十号 就 宣誓就职了 那 大家都 期待 他有什么新证 那 那 那 Donald 新证 啊 Donald 新证 通常就 通常这些所谓的新证 他就任 几个月 譬如一百日以内 一百日 新证 那样 你就会看得出他主要的 那个新证是什么 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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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了 那说完这个西梅 那其实 整个西梅 其实是 西梅 这一样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这个西方社会 不过呢 这个西方社会 有一个叫做 自我糾正的能力 人家是民主的国家 民主的社会 那他们 群众当然是知道 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那所以才拨乱反正 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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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脱欲其实都是一种 一种反全球化的一样东西来的 增霸在喉影 其实是 是啊 没错 那 那你说 特朗普可不可以整肃呢 其实是很难的 我觉得 不过 特朗普就示范 就是我说整肃的意思就是 他可不可以 就职之后 运用他总统的权力 我现在呢 就拉人封艇了 好像共产党那样 封了这间报社了 你CNN 你CNN带日不给出 不给印 那这样就不会的 不过呢 不过就会 会 我觉得 我觉得 将来 这个西方 会更加 出现更加多 是 网络上面的一些东西 一些的传播媒体 一些新的媒体 就能够和一个旧的媒体 就是补足旧的媒体的不足 就是 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 因为你传统媒体 就是因为 一些有钱佬 他通过 入股 或者是买了你的公司 然后呢 就控制了 整个社会主流的舆论 整个社会主流的舆论 好像是垄断了 不过不要緊 那我们有新媒体去做制衡 制衡 就是制衡是很重要的 香港也是 就是 香港大家经常都说的 就是 报纸玩完了 报纸死了 主流媒体 信不过 然后我们现在有网媒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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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觉得香港的情况 就会特殊一点 就是那个 就是很多东西 很多因素 这个可以下一节 就是下一节先讲 不过我们这一节 可以讲回这个 西方那边 就是我们 由西 西方 现在 现在就 好像说八公里的 那些记者招来会 是可以给这些 所谓的网媒 或者是blogger 这些这样的人 都可以去参与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真的假的 但是好像是有这样的风 我觉得是好事 好事 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做网媒 你需要的成本其实不高的 就是你进入那个market 那个门槛是低的 那譬如你买一部机 然后你有部电脑MacBook 然后你採访完 或者写完文 然后你订些东西去剪 然后你就可以铺出来 成本低 入门门槛低 其实是可以令到这件事 很蓬勃地发展的 那你一蓬勃发展 你就会有竞争 这个叫崇优逐劣 那你一定是要 一些好的网媒 才会多人购 好吗 就是譬如我 如果我要继续看一些 假新闻 或者主流的新闻 那我不用选你了 我选一些网媒 可能就是想 听一些 so call 非主流 或者是 真知卓健式的 这样的新闻 是全方位 深入式的网媒 是做到 quality很高的话 那一定是会突出到的 那然后突出到 它到时候呢 就会有广告 就是当然 不是说那些跨国资本 那么厉害 一定是那些 可能中小企那些 都不顶了 let's say google ask 是的 然后就会做到一个效果 就是能够发声 很重要的 发声 就是给不同 真点多元化 就是给不同政治主张 就是可能 你知道 其实讲讲讲媒体 是没有这个 是尽量客观而已 但是其实它们都会有一个 倾向 所以就尽量给这些不同 倾向的媒体 是有这样的机会 在讲 这个就是西方的情况 那我们 就是 休息一会 先 我们喝口水 我们跟着 接着讲讲香港 为什么那个网媒呢 或者是这个新的媒体 未必是能够做到制衡的角色 未必是能够做到制衡的角色